5G清洁车 送餐机器人 远程无人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大批医务人员奔赴抗疫前线 救治病患 与此同时 一批智能科技也纷纷亮相防疫一线 以其安全 便捷 高效的特点成为防控一线的有力助手 近日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 一台5G一家无人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清扫 喷洒消毒药水 自主避障 搜集垃圾 原本需要四到六名工人才能打扫完的区域 现在只需一台无人清洁车就可迅速完成 此外 通过5G技术 智能外卖小哥 无人送餐机器人也亮相隔离病房 代替医护人员为患者送达一日三餐及相关医务用品 也有效避免了医护人员因送地餐时而带来感染的可能性 有那种送餐机器人啊 它通过机器人屏幕输入的一个目标编号 加5G网络 机器人自动地将那个餐点送达到一个目标地点 根据重量的这种感应 它自动识别这个移取餐 误查这个距离 它可以控制的最小都是在10厘米 因为它有效复合可以是达到那个 能达到40公斤 一辆跑的话可以送大概是8到10个 一次的话大概续航时间大概可以用到这个近20个小时 它的每次的速度每秒大概是1.2米左右 除了服务于医院的智能机器人 不少科技产品也走入社区助力防疫工作 疫情发生后 有公司迅速推出无人机战役平台 需求方只需填写信息 准备防护用具消毒液等 平台就会自动匹配附近的无人机团队来进行喷洒消毒工作 我们的平台上有上万架的无人机可以帮助这个各类的这个地方跟机构去喷洒消毒药 因为有了千寻的厘米级的精准定位的支持 所有的这个无人机在喷洒的过程中都可以根据既定的范围非常精准的去自动的喷洒 据介绍相比传统的人工消杀 无人机防疫减少了人力成本 避免交叉感染 同时立体喷洒消毒药液 空间范围更大 防疫消杀效果更好 从远程医疗到智能配送 从防疫电子通行证到热成像防疫车 以及越来越多的防疫机器人应征上岗 科技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相信在智能科技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疗机器人落地生产 走上防控一线 助力科技抗疫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